接著我們來看這一題喔 他說生物的演化過程 通常相當漫長不易直接觀察 常見由各種證據 才有辦法去推斷它演變的歷程 那有關於各種演化證據的敘述 何者是錯誤的 我們要來判斷一下 來第一個 根據化石和它所在的地層 可以推測古生物的外型 還有它當時生活的環境 A選項 標準的敘述 所以A沒有問題喔 A可以打勾勾 然後再來我們往下看 來我們看B選項 根據金魚的前肢和麻雀翅膀的骨骼構造 如果它們的分布非常的相似的話 可推測兩個構造 我們就會叫它同圓構造 這也沒有問題 選B也是對的 再來C選項 突變常常對生物體有害 欸這也沒問題吧 當然你就說突變就不利於生物演化了嗎 錯 突變雖然很常對生物有害 但這也只是常嘛 有沒有可能對生物有益 有可能嘛 而且就演化的觀點上來講 突變可以創造出個體的差異 當有個體差異 有了這樣的一個演化原動力之後 演化才比較利於進行啊 所以C選項目前是錯的 最後根據化石的地理分布 可推測當時大陸板塊的位置和現金是否相同 欸這個沒問題 這個是對的 所以聰明的你回到這一題 他問你說 欸何者錯誤 那我們答案應該去選擇誰 我們答案應該選擇C選項來作為解答 對啊